警方在工厂里发现了一具女性尸体 可奇怪的是 躯干被切成了六段扔在江边 唯独是把右手手臂 扔到了远在三公里外的工厂里 这多此一举的举动 硕实让警方有些摸不着头脑 更诡异的是 一般的凶手作案后 都会第一时间选择掩埋尸体 生怕被别人发现 可受害者被随意丢弃 就好像怕别人发现不了一样 完全超出了一般犯罪学的认知 负责案件的法医老靴 很快便对尸体展开了仔细排查 他划开雪白的胸腔 掏出心脏检查疾病问题 切碎肝脏查看是否中毒 至于剩下的脾肺肾 也都要切开检验一下 虽然有些没人到 但对于法医来说 这都是破案的关键证据 经过老靴的检测 发现尸体头骨有一处凹槽 明显是被顿气一击致命 其次耳道内含有沙力 常用于工厂施工的混合材料 这也就是说 凶手先在工厂内将其杀害 随后又带到江边进行的分尸 最后等分完事后 又单独再把手臂扔回了工厂 显然从某种意义上讲 对方刻意强调了两者间的关联 似乎故意给出了一丝线索 在结合现场一身一前的脚印 警方很快便锁定了一名嫌疑员 这人名叫盛浩 是一位自然环保义士 经常在江边和工厂附近进行抗议 最主要的是 他天生右脚残疾 和案发现场的鞋印简直完全吻合 然而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不是众人抓错了人 而是真的抓对了 据盛浩所说 他之所以要杀女人 是因为对方是个妓女 污染了他对江边的热爱之情 包括工厂也是 河流明明有自己的自然发展 可工厂却要强行切断 在河流中间建立大坝 断绝了水流的流通关系 这就好比一个人 切开了他的四肢和躯干 怎么还能完整地活下去呢 所以他做的这一切 都是在维护家园的前提下 进行的杀人泄愤和警告 而这场案件 也即将在盛浩的口供下彻底结案 可谁知道的是 眼看事情都要结束了 法医这边却发生了惊人变动 本来今天是女儿回国日期 但等了半天的他 却迟迟不见女儿身影 也就在这时 一个神秘人突然找上他 并递来一份资料 还说是圣号专门送他的礼物 只是等打开一看 里面赫然是女儿被绑架的照片 老薛顿时懵了 他急忙跑回警局 质问着对方到底为何这样做 那是谁 他有什么人的意义 他就是你 他人的命是重要的 他想要什么 我打开一件什么 他会对方 他会有传奇,我跟他交往 我干吗 他会有传奇 但我会有第二次三人的 我会有三人的 那么二次生死亡人变动 2次生死亡人变动 另外一个人变动 那么就会有代替 老薛还是有些不懂 他不懂圣浩既然不想死 为何非要等着警方上门 还刻意交代了自己杀人的口供 更何况两人不认识 为什么要找他帮忙呢 眼看圣浩不愿意说 老薛也是没任何办法 只能乖乖地按对方要求帮其脱罪 作为资深的法医 老薛深深知道定罪的三要素 分别是人证物证和口供 而眼下最好解决的 就是那杀人的凶器了 据圣浩交代 他是用一把电锯分的诗 所以只要上面的血液和受害者一致 那证据必定就能落实 然而 对于一个法医来说 这也是最好解决的问题 老薛先是回到家里 然后抱起爱犬 再找了一处不要命的位置后 接着一刀割下 等收集完狗血后 老薛来到实验室 将原有的血迹彻底清洗 再将新的狗血抹到刀片上 一个杀人伪证就此大功道成 而不得不说 果然越聪明的人越危险 接下来就是人证了 虽然圣浩交代了证词 但只要能有更充分的证据嫁祸给他人 那证词自然也就无效了 为此 老薛盯上了受害者的前男友 这人也不是什么好人 天天就以赌博为生 拿他当替罪杨师再好不过了 老薛花钱请了为美女 以此接近这好色之徒 在一阵运动过后 美女顺利取出了对方的体液 随后老薛拿着体液回到实验室 将其一点点的涂抹到受害者的私密部位 甚至为了更加逼真 老薛还将腹部切开 直接涂在了器官上面 最后只需要打一份报告证明 那嫁祸的手段也算完成了 果然没几天 警方发现凶器上是狗血 尸体上是前男友的液体 没有一点能证明是圣浩杀的人 虽然圣浩口供还在 可律师只是一句他撒了谎 警方就真的拿他无可奈何 而那个倒霉的前男友 就这么成了圣浩的替罪羊 与此同时 老薛也是一点没有谢着 他一直想不明白一件事 就是为什么圣浩只找他一人 而且是带有很明显的针对性 通过警方的资料 老薛很快找到了圣浩的家里 他仔细翻查着每一间房屋 还正在最里面的卧室 找到了圣浩的真正秘密 只不过当看清的时候 老薛却直接傻了 因为这墙上的报道新闻 全是他曾经的那个肮脏过往 十年前 老薛接触了一桩强奸案 三个少年侵犯了一名花季少女 导致少女不堪忍辱 最后选择了自杀 原本这案件也无庸置疑 这三个少年就是妥妥的禽兽 必将会接受法律的严惩 只可惜 就因为对方家里有钱 就因为对方花钱雇了两个证人 整个风向都瞬间变了 第一个证人是位女同学 据他所说 他亲眼看到女孩和男生们 亲亲我我 并没有被强迫的迹象 这说谎的女同学也不是别人 正是现在被分尸的受害者 而被侵犯的那个女孩 则是圣浩的亲姐姐 至于第二位证人 那就是老薛本人了 原本在体检报告中 姐姐有明显被人侵犯迹象 可就在上庭前 少年的父亲却找上了老薛 并得了笔丰厚的报酬 让他修改证词 如果是平常老薛 肯定不会答应 然而他的女儿得了高血病 急需一笔高昂费用做骨髓移植 也就在这亲情和人性的选择间 老薛最终还是出卖良心 并在法庭上做了伪证 一时间老薛改变了整个判定结果 不仅让三个禽兽被放 还导致女孩成了人们口中的妓女 这残忍的打击 又怎能让年少的圣浩冷静呢 于是在接下来的几年里 他策划杀了三个禽兽 杀了那个做伪证的女同学 至于现在 就剩下了最后老薛一人 与此同时 另一边的警方 由于证据不足 很快便将圣浩放了出来 而他也确实没有实验 带着老薛就回到了家里 只是 这里根本没有自己的女儿 老薛以为是他怨气未消 只能不停苦苦哀求 希望圣浩能放了女儿 老薛还有些没听懂 圣浩说得太晚了是什么意思 不过已经不需要想了 因为另一边的同事女警 已经调查到了 圣浩的绑架窝点 但是 找到的并不是活着的女儿 而是一具冰冷冷的尸体 老薏去 老薛一句话说不出来 此刻就如同有牵把刀插进心脏一半 疼的人根本无法呼吸 老薛用尽最后一指 伸出双手想要抱回女儿 然而随着一个用力 他却唠唠的空 我联合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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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时间老薛突然明白了一切 明白了圣浩为什么自首 为什么又要费尽心思想要脱罪 因为从一开始 他的女儿就已经死了 并且如同另一个受害者一样 被分成了七块不同的组织 而也只有这样 圣浩才能将两人重新组合 并通过自首的方式 让老薛对尸体进行深度检测 也就是说 受害者除了头颅和四肢没动 其余部分全被换成了女儿的躯干 而老薛不仅亲手对女儿进行了解剖 将各种器官全部切了个遍 还将前男友的液体沾满了女儿的整个身体 相比于此刻 杀人诸心也怕是不过如此 备了 某个小子 费员 衣 �피 尹 полностью 起 工作 装 手 尹 尹 有一种痛是比让人直接死亡还更加难受 而这种痛就是带着不堪回忆地活着 听着圣浩的话老薛是再也无法控制 他抢走女警手枪一枪就结束了圣浩 圣浩死了但就如他所说 回忆往往比死亡更加痛苦 老薛明白这一点 所以他最后的选择就是切断自己的回忆 老薛 很高兴